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個就是前年還去年的時候 姐夫送給姐姐的戒指 這叫什麼 祖母綠 祖母綠戒指 然後他就問姐夫說 你買這個多少錢 可是姐夫都不講 然後他就說 今天我來上大巡保家 他想說就委託我來問看看 這個見價大概多少 到底行情大概多少 姐夫的心意不想讓他知道 他怎麼還要見了 姐夫千萬不要看這一集 但蠻綠的 對 這個顏色不錯 顏色不錯 很漂亮 夠綠 很秀氣 對 夠翠綠 姐姐是氣質型的 姐是氣質美女 姐夫會不會也是在 茶辣旗買的 會不會是姐姐帶她去的 茶辣旗 長得到這麼漂亮的祖母 我跟你講 那個茶辣旗 以前 以前因為 整個社會都比較貧窮 所以很多茶辣 那他們都會固定在一個地方買賣 對 那這個地方買賣 後來現在社會都已經發達了 其實沒有茶辣旗 現在都只有二手商場 那台北市最厲害的二手商場 在什麼地方 你知道嗎 龍山寺 龍山寺 你是珠寶的嗎 什麼都有 那邊是二手商場 那像你住高雄對不對 對 高雄的話沿城區 對 是不是 近小港那裡 那邊最多了 那你說好 我們最經典的一個地方 以前那個台南市 台南市的水仙宮 有沒有聽過 你去台南市要去吃小吃 吃碗粿 吃春捲 吃那個什麼掛包 那個一定要到水仙宮市場 後面那條街 那這條街以前叫茶辣旗 以前都是賣什麼呢 阿編哥的衣服 阿編哥的衣服有什麼好賣 都拿出來 偷出來那邊賣 叫做孤衣市場 結果現在那邊全部都吃的 那你在那邊都可以找到主堡 李老師你怪怪的 你幹嘛戴上去呢 對 還可以 媽媽掉了 就出門比較脆 要扮著不太脆 因為這位休息界的戴在手上 不由自惹的戴上去 你會不會覺得有 怪怪的呢 怪怪的耶 突然就很奇怪了 這個是姐夫給姐姐的禮物 那因為我們要講說 老師你要好好見交 因為這有關係到 我姐姐跟姐夫的感情 這是竹母粒一般來講 有這麼嚴重喔 它顏色是很翠綠 那這個一般我們講竹母粒 就是寶石的花園 所以它一定藍藍明明 就是內含物來瑕疵會多一點 那這個竹母粒有1.5克 其實不小耶 蠻大的 然後這個借台算是48K斤的 我簡單 我給它檢查了一遍 老師沒問題 這比較細小 可能就是小姐帶的啦 對 沒有秀氣 送給姐姐 所以我覺得不錯 那當然我們帶了一個樣品 讓各位看說 最好的竹母粒 應該是怎麼樣的狀況 還是有差別的 你也看顏色 還是有差別的 哇 欸 真的耶 所以李老師帶來的竹母粒 好濃郁耶 對 顏色好濃喔 好漂亮喔 這樣的顏色我們稱為 綠中帶藍的感覺 對 那這個是真正的翠綠色 您的這個是翠綠色 嗯 但是 李老師的真美 可是你感覺的 很濃厚耶 很濃郁 很濃郁喔 所以要這樣的顏色比較好嗎 當然就是 竹母粒裡面最好最好最好的顏色 要頂級的顏色 讓大家參考一下 這是市場大家最喜歡的顏色 對 它是標準的哥倫比亞竹母粒 的一個老礦 我們叫姆肉的 很多人現在在找叫木佐 木佐 這姆肉的一個老礦 真的有差耶 其實不是說顏色很濃郁 就能叫木佐 它首先 第二個它還要怎樣 它還要這個進度要相當程度 然後它的顏色要豔俐到一個程度 不是說我從木佐挖出來 通通叫木佐 不是 木佐這姆肉這個礦 已經變成一個等級了 所以很多人是誤解 我從這挖出來就是了 對不對 它不只是代表產地 它也代表品質的保證 對 品質的一個保證 所以這不能亂叫的這樣子 那你剛剛說上這個是 這個是哥倫比亞的 這哥倫比亞的 那他這個竹母粒 是巴西產的竹母粒 也是很好的 全世界比較重要的竹母粒的產地 哥倫比亞 巴西 阿富汗 上比亞 都是很好的產地 所以我覺得這個竹母粒 這個顏色是不錯的 好 但是顏色不一樣 對啊 很美吧 還是有差距的 很漂亮 我們來見價 老師 請見價 兩萬八千元 也是蠻高的耶 也是蠻高的耶 對 因為像這樣的竹母粒 因為它火光比較差 就是它的內涵就多了一點 所以我在看大約一克拉 差不多在一萬五千塊 一克拉左右 然後這個台大概是五千塊 這是18K的 雖然細了一點 但是還是要值這些錢 所以總價是兩萬八千塊 是這麼來的